最近的一件好事应该就是杨子和欢瑞世纪合约到期不再去约了吧 不仅杨子的粉丝高兴,就连这些吃瓜路人都会替杨子开心 因为这家公司对杨子是真的不好,不仅不给资源,而且还有各种限制 如今解约了才是真的自由了 而对于杨子的解约,别人都在为杨子离开欢瑞世纪开心 而这个时候欢瑞世纪还特意站了出来,表示杨子离开对公司没有影响 还说自己的公司对单个艺人依赖程度已经很低了 一副杨子离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 但其实这个回应不就是有影响吗 如果真的没影响,欢瑞世纪何必去回应呢 况且,说这公司对单个艺人没有依赖性 那么之前就别逼着杨子拍戏呀 解约前最后一部戏《沉香如蟹》不就是公司逼着拍的吗 这就是欢瑞世纪自家的剧呀 在杨子解约前一定要让他拍欢瑞世纪的剧 难道不就是在榨干他的价值吗 难道这也是毫无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